其實有一個案例就 我覺得那時候聽到的時候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喔 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研究生 然後呢 他就是研究生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大概就是二月 然後跟六月的時候 就是期末考 那時候壓力就會比較大 然後他說他這一年裡面 就曾經第一次在二月的時候發生 就是他就是在廁所裡面 就是就突然暈倒 然後暈倒之後 大概過了一兩分鐘 他自己醒過來 然後那一次 因為他自己有醒過來 所以他就覺得 嗯應該還好 所以他就是 就沒有救醫這樣子 後來是在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在準備期末考的時候 他又 他又在廁所裡面暈倒 然後這次男朋友在 男朋友就嚇一跳 想說怎麼會在廁所裡面暈倒這樣 然後他說那個時候 但他意識沒有喪失 但是 男朋友還是會覺得緊張 所以帶他來糾正 那我們仔細問了一下 就是不太像癲癇 然後也不太像是心率不整 等等的問題 那仔細問了一下 我就說你那時候在幹嘛 他說那時候在 很用力的上大號 然後 然後他就是 有時候真的會這樣 就很用力的上大號的時候 你會突然的就是 混 混過去 那個叫做迷走神經性的反射 這個是真的有的 尤其老人家很常見 然後有時候上一上 就是在廁所裡面就暈倒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你這麼年輕 然後他才說 因為他平常就是 蔬菜都不吃 他從小就不吃 就是綠色的青菜 我覺得有蠻多女孩子這樣 他從小他覺得那個有菜味 然後我就說青菜就是有菜味 要不然咧 然後他就覺得他綠色的菜 他就不吃 然後水果也不太吃 因為他很怕胖 然後水又不喝 再加上那一陣子 他其實長期以來就是大概 平均啦 一個禮拜才會大變一次 所以他就是 對他長期就便秘 然後那時候就是壓力大 消化功能又不好 導致他那時候 他說他那時候 他男朋友說 他那時候 他前幾次排病的時候 他快要被氣死 然後他的男朋友 就真的很愛他 就會拿那個去幫他痛 因為真的太硬 我的朋友到人家家裡做客 突然上廁所 你知道有時候便便會很健康 一整條下來對不對 對 因為太長了 衝不掉 一直轉衝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真的衝不掉 可能有些是衝得掉 但是會黏一點點在旁邊 不是他整個 因為太長了 他把它切一段嗎 那怎麼切 就拿那個廁所裡面 有兩根牙刷 牙刷 牙刷 欸你要切斷 才衝得掉 再把洗乾淨放回去 這比較晚 還是用正面 過世的好朋友 那那一隊 他有告知那個夫婦嗎 沒有沒有 他在跟我們講說 你很邀請 我分享的其實案例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很典型的螞蟻女 我也是 我幾乎一天一定要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 那我後來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後來我去美國念書 那真的是到了天堂 現在美國很奇怪 他垃圾食物比健康食物還便宜很多很多 他的可樂比礦泉水便宜 那學生為了省錢 那一方面我也愛吃甜的 所以我幾乎一天就是 除了就是喝可樂之外 我還會吃那個甜甜圈馬芬 而且他們的甜甜圈 甜之外 他們上面還淋糖霜跟巧克力醬 對 整個都這樣 對 幾乎是每一天一塊到兩塊 那其實這樣結果下來 我就發現了體重增加到 那時候是快要破70公斤 而且那時候我很容易長痘痘 我想說在國外那麼冷 因為我那時候去美冬 可是我還是長痘痘 而且那痘痘很特別 它是很喜歡長在鼻子跟嘴巴周圍 尤其是長在鼻頭上 那個鼻頭一長 那個濃泡前痘痘 擠也不能擠 另外一個比較難以啟齒 就是我剛剛說 其實那個時候 那發炎感染 因為在美國沒有醫療保險 所以我自己去藥局買那個塞疾來塞 那剛開始的塞疾效果還不錯 可是其實幾次之後就發現 整個塞了兩三天還是很癢 那後來因為我是短期的半年 後來我回來之後 我趕快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醫師就說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不要自己只是買塞疾來塞 因為他說其實有時候 陰道裡面的分泌物 你都沒有清楚乾淨之後 塞疾其實效果並不好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開始念那個中醫了 所以他又問一下 那個就是我那是中醫系的學生 那這個婦產科醫師問我說 那你現在月經怎麼樣 我說月經 其實大概已經大概 快半年都沒有來 他說沒有來 然後他說那我幫你照下超音波 結果我負責超音波一照 發現我有多囊性卵巢 對 他說 他就說我看你也有多囊性卵巢 然後那個 又經常陰道發炎感染 你要不去找你的老師調一下身體 就去找我的那個中醫的老師 把脈之後 他就跟我說 就問一下我的身體狀況 他說我是很典型的 就是濕熱體質 因為我們中醫講 就是甜品其實是濕熱之物 也就是長期吃的話 會造成這種濕熱的病例產物在身上 所以他就跟我說 我一定要戒甜食 那我想戒甜食 他除了用中藥調理之外 那我因為太愛喝含糖飲料 我沒辦法喝白開水 後來呢我想 那我就用中藥來泡成茶飲來喝 來取代我的這個含糖飲料 那就後來就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個 這個戒掉甜食的那個中藥茶飲 那裡面的成分有茯苓 黃旗跟草絕明子 我們用三錢 然後陳皮用兩錢 然後白毛根跟生甘草 我們用一錢 那我們把這些藥材準備好之後呢 把它放在這個過濾袋裡面 洗乾淨放在過濾袋裡面 有一種方式可以用沖泡的方式 你用800到1000CC的熱開水沖泡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用煮的 煮的方式那當然也是加入 1000CC的營用水 大火開了之後 轉成小火煎煮20分鐘 然後呢 他們不會愛喝 因為沒有甜啊 它沒有像那麼甜 但它有乾的味道 因為裡面選的這些生甘草 可以喝這個嗎 可以喝水嗎 你真的有味道嗎 有味道 對 就是它有那種甘甜味道 因為這裡面的藥材我選過 都是那種 腥味是屬於比較甘甜的 所以其實喝起來口感很好之外呢 就是可以取 因為它有甜味 而且它也可以去身體的濕氣跟熱氣 而且因為絕名子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我用這個來取代我的含糖飲料 那慢慢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還是喝這樣子的飲料 有一種肥胖比較特別的 我們叫做病態型肥胖 也就是說BMI到40以上真的很胖 那個BMI怎麼算 就是把你體重除身高除兩次 BMI到40是很胖的人 那我這邊要提我 曾經碰過兩個病人 一個病人喔 他體重210公斤 他身高大概170 210公斤 210公斤 對 210公斤 那他應該沒辦法起床了吧 不是 他沒有辦法躺下去 蛤 他每天坐在車上睡覺 蛤 為什麼因為他躺下去 就會被自己的呼吸聲下醒 蛤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會被自己嚇醒 所以他從彰化 跑到桃園來找我減重 那那個病人真的很慘 因為他連睡覺都不好睡 所以我們雖然花了很多功夫 跟他做飲食衛教 運動衛教 可是他走動就會喘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成功 最後三個月呢 你看210公斤 三個月才減10公斤 半年內科療法 只要減不到10% 我們就算失敗了 就要送給外科醫師 他最後去做胃繞道手術 可是我再舉另外一個成功的案例 這個病人是一個35歲 在旺華開餐廳的一個黃先生 他體重 他體重來講說 黃先生 你現在的功力喔 他說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人身高172 體重198 他來門診的第一句話說 蕭醫師你要死了 你把我轉去開桌 第一句話就講這個話 他一樣的問題 他也是沒辦法躺下去睡覺 然後膝蓋呢 也磨得很嚴重 很痛很痛 很痛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的方法呢 雖然說內外科要協調 一起來處理 可是內科要先處理 內科半年內腳可以減10% 你就可以可能不要開刀 那他很努力 他第一個禮拜回去 下個禮拜回來就瘦了6公斤 我說怎麼這麼厲害 一個禮拜喔 一個禮拜 因為他其實跟韋文剛一樣 他就開始吃得很不鹹 水就先出去了 他開始就有信心了 然後他一天 本來一天要喝五杯的含糖飲料 我說全部要戒掉 一週就6公斤 最後他花了一年又四個月的時間 減了85公斤 好厲害喔 一年半85公斤 對 肥胖症悶著 這類病人還蠻多的 他不只是脖子黑 他腋下這邊也黑 有時候手肘這邊也黑 大腿拉開來之後 那個膝窩地方 他鼠膝部有時候 他會掀開來給你看 那不是胎肌嗎 不是胎肌啦 胎肌通常不會長在這麼多地方 有人長那麼冰淇 小的時候沒有 那這些病人通常就是長期的肥胖 那我其實像這種病人 我跟他講說 其實你如果不是已經有糖尿病 就是糖尿病快要發生了 那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 胰島素阻抗造成的 那胰島素阻抗很奇怪 就是說他會在身上 除了產生你的這個血糖代謝的問題 在皮膚也會有表證 很多人覺得說 糖尿病應該沒有什麼皮膚的症狀 但是糖尿病嚴重的時候 或者說胰島素阻抗很嚴重 胰島素阻抗的意思是 他身上有胰島素 可是他身體的細胞不太聽話 胰島素碰到這個細胞 本來應該血糖要進到細胞裡面去 讓細胞來利用 但是這個胰島素的功能不好 或者是胰島素的這個接受器 在細胞上面要聽話的這個接受 其他就沒功能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這些的症狀 我事實上有一個病人 就是19歲的病人 年紀輕輕的 個子很高大 體重大概是130公斤左右 他身上就是有這些症狀 他媽來的時候就說 奇怪這孩子老是洗澡都洗不乾淨 我就說他不是洗澡的問題 他就是胰島素阻抗 所以這是一個疾病的 一個皮膚的表證 他有一個很 我們內科系常看到的 就是黃皮膚 我另外一個病人來 他其實說他這個 小便腦是黃黃的 喝了很多的水 小便腦還是黃的 我說你眼鏡拿下我看一下 他的眼那個眼白的部分也是黃的 我請他手打開來看一下 手也是黃的 我說你大概有很嚴重的肝臟的問題 你整個症狀可能是 這叫黃膽 那我立刻就請他去抽個血 他的肝功能高達1500多 那膽色數呢就高達6點多 我們平常正常大概在1.2以下 那我們的肝功能應該在40以下 就1500多 我就是你趕快去急診室 我立刻就寫個專診單 請他到大醫院的急診室 不然的話很可能就爆肝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皮膚的表證 有時候 病人自己身上 他如果是感覺到有一些皮膚的顏色改變 而自己不知道這種狀況的時候 千萬不要小看 趕快去找醫生 我就是交班 然後就是一個年輕的 帥帥的 而且穿著看起來就是 家境比較富裕的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在床上 然後前一班的交給我說 他是個洗腎的病人 我嚇一跳 二十幾歲就洗腎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對他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們洗腎的病人 常常會有一些病發症 感染 樓管不通等等 所以他們常常會來急診 去處理一些事情這樣子 結果第二次的時候 他跟一個女生來 結果那個女生 她是洗腎的病人 然後她的樓管也有問題 就過來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 就可以看到也是一個小情侶的模樣 就是她在旁邊陪她 然後準備開刀這樣子 然後會逗來逗去 就是很 在急診裡面算蠻甜美的畫面 他們其實不是不舒服 只是樓管這樣子 結果第三次換男生不舒服了 結果那個換女生來陪她 結果家屬就來了 男生的家屬就來了 就是那種貴夫人的 那種很貴氣的一個太太 當她的爸爸就來了 就開始罵她 然後就說 妳為什麼要跟這個女兒在一起 她洗腎欸 那妳兒子也洗腎啊 對 我當下心裡也是想 對 妳洗腎欸 那不健康 那以後怎麼 我們怎麼傳宗接代 這樣 就很難聽這樣子 結果呢 後來第四次我最後一次 在看到他們的時候是 兩家人都來 因為 兩個人都生病了 結果護理站來特別說 把他們兩個分開 因為他們就吵起來了 結果那個女生的媽媽 也不干事 也很生氣啊 妳嫌棄我女兒什麼的 我才覺得妳笨欸 結果她媽媽就太氣了 就直接打她女兒巴掌 然後就說 我就是生妳這個女兒 那麼笨啦這樣子 結果兩家就是 不要看對方這樣子 後來男生就先辦 要辦辦住院 然後女生就放在走道那邊 剛好經過護理站前面 然後家屬 女生家屬一看到那個 男方過來 就趕快轉頭過去這樣 然後男方家屬 推著那個床 也是這樣轉頭過去 可是我看到那一幕 我永遠都忘不了 就是那個男生的手伸出床欄 輕輕地摸那個女生的臉跟頭 這樣子 然後被夾到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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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像主持人 經常熬夜睡眠不足 會產生什麼毛病呢 我看一下 當心腸胃疾病 發胖 健康來常在 其實在腸胃科啊 我們常常看消化不良嘛 會死到你了 病蜜啊 脹氣啊 那我通常都會問到說 他有睡眠的問題啦 他就通常叫做 那大部分都問到說 其實這樣的病人 而且是年輕人 通常都會有失眠 或是熬夜的問題 那有一次我就在那邊問病人 你這個可能要 要這個 早點睡覺喔 然後那個男生就跟我講說 我有看你的FBI 你最近兩天還在PO文章 所以我就說 他說 為什麼你怎麼自己演不完 演不早點睡 所以代表說 有時候我們是 嗑咖啡都熬夜啦 為了病人的福祉 我們半夜還在那邊犧牲生命 所以熬夜真的會 會造成這個 身體的變化很厲害 最近剛剛發表 在這個成大 他們在發表說 做了一千多個人 上班族的研究 發現說 八成的上班族 都有睡眠不好 跟熬夜的習慣 當中有六成的病人 他會有這個 長照症的情況 就是睡眠 他睡眠六成病人 睡眠都少於六個小時 沒有真的睡得很久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睡眠少於六個小時 你長照症的機會 會比那些睡得飽了 高出一成五 一倍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還蠻厲害的 另外一種他也蠻有趣的 他說 如果你在躺在床上 睡覺翻來翻去 睡不著的那種人 你的便秘的情況 也比人家高 高了20% 所以 其實情緒跟睡眠習慣 跟腸胃科其實蠻有關係 那再來就是 我們常說睡不好 常會變胖 這個國外蠻有趣的研究 做老鼠研究 後來在人體也發現 為什麼睡不好會變胖 會缺糖 我也是 沒有 我也是 是啊 他們其實這個 跟腸道的細菌有關 腸道的細菌有關 就是說我們腸道的菌種 就像是 有些是上夜班的 有些是上白班的 所以你的睡眠的情況 到白天的時候 你的白班的菌種會比較多 晚上睡覺的時候 夜班的菌種會比較多 它是有一個起伏 但如果你的睡眠做起調整錯誤 或是你吃東西調整錯誤 不該吃飯的時候吃飯 不該睡覺的時候睡覺的時候 這個腸道的菌種就會失調 失調之後 就做研究發現說 這樣子的失調的人 他在吃比較高油的東西 比較高糖分的東西 他就容易 油脂就會堆積 容易會血糖高 容易會胖 所以我碰到說 我的一個最年輕的一個 國中生 大概十幾歲 媽媽帶過來 她來看我就是說 她常常會覺得腹部疼痛 而且是痛下面 尤其上學的時候會更不舒服 睡著的時候就沒問題 像這種女孩子 醒的時候會痛 睡著的時候沒問題 這個就可能是腸躁症 然後她又有便秘的問題 像小女生 我們後來給她用藥物 給她用治療 效果都不好 後來我就問她媽媽說 她是不是因為讀書壓力很大 晚上會熬夜 她說對她熬夜 我說難免嘛 因為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為了打拼也是熬夜很厲害 她說她不是為了讀書 她是為了要上網跟FB 後來我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還是便秘的部分 你一定要睡得好 然後把那個睡眠體 可能10點多早點睡覺 然後早點起床讀書 這樣OK調整之後 她的飲食上跟她的這個情況 都改善之後 她其實就比較好 其實很多人的腸胃 並沒有真的問題 你說這邊如果不能亂按 有時候我們落枕或什麼 到底要不要推 或是怎麼辦呢 如果是肌肉的部分 真的要給人家按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還是 我跟病人講的說法都是 可以 只要對你有幫助你都可以 但是你注意幫你按摩的那個人的力道 對 因為其實我沒有辦法控制 幫你按那個人的他的手法 有的就是使命推 我有常常會按回去 看到指甲怎麼有一截在那裡 因為我去做紙壓跟油壓 現在還有滑罐 他就把你的肉吸起來 用一個罐子這樣推 他就會直接從你頸部 然後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緊 怎麼這麼緊 然後按的時候也說 你這邊怎麼有結塊喔 你有細節喔 然後一直按到你 你脖子上面這邊有一個凹槽嗎 然後他一按我就說 好痠好痛 他就說痠就對了 他說哇 你怎麼那麼勞碌病喔 你老公都不愛你喔 他說來 然後他這樣一邊按下去喔 我一邊頭要往這邊這樣子 他往這邊按嘛 他把我的頭往這邊扭 然後你跟他說很緊很緊 他也說喔 你怎麼那麼操勞 他說這一定要推開 這個不鬆開喔 沒有辦法啦這樣 然後你就越推喔 忍到後來我回家晚上洗澡的時候 我是有一種那種 好像有點粗刷的感覺 我就想說熱熱的粗刷 好像這應該是正常的吧 因為滑罐就是有點刮痧的感覺 然後他又幫我按 就我晚上睡到那個半夜以後 我的整個人就是僵硬不能動 就感覺很像僵屍要起來的時候 都整個人都起不來 然後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才說我是整個筋都去 筋都黏到了 我們有時候是按到發炎 是按到發炎 筋都破亂 對啊其實脖子的構造喔 其實除了剛才那個 那個椅子這樣講的 其實我們脖子這邊有個很重要的肌肉 叫做胸鎖乳豬肌 從這個地方喔 胸骨的地方 一直到這邊乳豬的地方 其他就把頸部分成前面跟後面 然後大家會講說 頸部的前三角跟後三角 基本上都是從肌肉來分的啦 這條肌肉後面可能就有你的脊椎 前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前面這個地方到你下函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頸動脈出來的地方 頸動脈這個地方 剛好沒有肌肉 所以你一下就是你的頸動脈跟頸筋脈 所以其實按摩最危險是壓這個地方啦 其實按摩壓到血管喔 危險的不只是一隻剛剛講的 如果你本來裡面有硬塊一壓 可能會硬塊跑出去就會中痠 好痠痠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喔 壓到那個動脈還有很大的問題喔 我這邊給各位提供的案例 它就是這樣子喔 它就是給人家按摩 按摩的時候人家就一直按到脖子 因為他覺得他最近脖子很痠 導致他有點片頭痛 人家就一直幫他按一按一按 按按那個人就昏倒了 昏倒就被那個按摩師送到那個 那個急診室嘛 剛開始大家也以為是 按按是不是什麼東西 你去搬過來打就會變中風 所以到計程師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是 計程師也覺得他是不是中風了 可是那時候很奇怪 量血壓只有六十幾 不大對 因為一般如果是中風的人有沒有 血壓會飆高 會飆高 那時候幫他打點滴 準備要退去做電腦斷生的時候 病人就自己醒過來啦 結果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頸鬥脈這個地方 有個叫做頸鬥脈痘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你身體裡會感知 那個壓力的地方 它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它在身體裡面有很多地方 會調節你的血壓 當你這個地方加壓的時候 你身體會自動以為 你身體現在處於高血壓的狀態 它就馬上吃進你的副交感神經 讓你的血 讓你的心跳馬上變慢 讓你的血管馬上放鬆 所以你會瞬間低血壓 所以那個病人是 兩邊的頸鬥脈痘 被人家按到有沒有 他身體自動以為 他身上是高血壓的狀態 所以血壓馬上掉下去 掉下去之後 那個人就昏過去了 就昏迷耶 就昏過去了 其實這種東西是 我們人體一種自保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血壓一直高的話 你可能就會腦出血嘛 其實人體這種動脈 就是我們講的這種動脈痘 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這邊頸部 還有一個在主動脈 還有一個在神經 這三個地方 是我們人體控制血壓的地方 那這個會不會是古時候功夫 一點都 對 沒有 其實就在講 人家就在說 以前我們古時候不是有人這樣子 劈你脖子嗎 昏倒嗎 對啊 其實你看他劈 他不是劈後面喔 劈後面只會震動到你的脊椎 其實震動到脊椎真的會昏倒嗎 我是覺得不大會 頂多打下去很大力 你應該是不能動嘛 對不對 應該大部分是側面 所以如果劈到你的頸鬥脈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因為這種頸鬥脈痘 反正瞬間就滴血壓可能就倒下去 其實我們按摩的時候很喜歡轉頭 對不對 很喜歡被人家轉頭 有時候還要飄一聲才會覺得很舒服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計程師真的有遇到過 病人被飄完之後 來自我們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全部麻掉 而且手不能這樣子翹 他就是緊繩肌的第六節有沒有 在轉的時候被扭傷 被卡到 他低頭也出去的地方有沒有 都被壓住 這邊都麻掉 然後手也有幾個動作不能做 有的被卡到過 但是後來那個病人還好 他打了兩天的內褲存之後 自己就回來了 沒有太刀了 好危險喔 對 轉頭最好不要了 有時候是因為 他怕我們通報 所以不敢講病情 像我就遇過一個媽媽 帶小朋友來掛半夜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 我在那個醫學中的急診室 是成人跟小孩是分開看的 小孩有小兒科醫師來看 那時候那個小朋友 其實已經呼吸衰竭了 那因為我那天是守著成人的急診室 原本急診室一起的 所以我在旁邊經過 就看到那個小孩子 其實說呼吸衰竭 他也怪怪的 血氧上不來 可是一般的小朋友 在呼吸衰竭的時候 會很喘 會非常的喘 然後那個小朋友 意識不清 呼吸速度又沒這麼快 我當下也是覺得 案情不是那麼單純 那我看到媽媽在旁邊 就一直在責怪 就說 欸 我小朋友最近就感冒啊 然後一定是你們醫師開了藥 沒有讓他好 讓他病情變嚴重 或者是因為吃了你們的藥 他就意識不清這樣 因為送來的時候 就是都叫不醒 那 我看到那個媽媽 你知道你是看久了 你有時候有一些 社會邊緣人 或不太對近的那種眼神 跟你交會 然後你就覺得他怪怪的 那我就去評估那個小孩 我就 因為那小朋友 兒科醫師本來已經要幫他做氣管擦管了 因為他已經在呼吸衰竭了 我說 學長 你先等我一下 你先給他高濃度的氧氣 先幫他做被動的那個給養這樣子 讓我來看一下 結果他 他瞳孔是症狀的 然後加上他呼吸速度變症 慢意識不清 我內心已經有底了 他這是重疊 他一定是被餵了毒藥 所以我就叫他媽媽來說 欸 小姐 他剛剛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沒吃什麼的 我就逼問他 你兒子快死掉了喔 他有沒有吃什麼 因為我們要救他 他媽媽說 有啦 我的安眠藥本來有四顆放在桌上 我醒來的時候少了兩顆 我心想不對啊 那個才三歲 然後他怎麼可能自己半夜 拿起來吃安眠藥 我說不對 而且這不是安眠藥中毒的症狀 你說你有沒有在施打什麼藥物 我現在 你兒子現在已經快死掉了 我們現在要幫他急救 你要趕快說 我們可能有解渡劑可以用 其實我心裡已經有底了 他就一直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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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你是不是用薯荷啊 就是海洛因 海洛因 海洛因 海洛因這小孩有什麼關係 給他吃啊 他餵他 因為他半夜吵 他媽媽就說 有有有有 有啦 我打海洛因 那個針喔 起拿的時候 本來整隻變半隻 我說最好他會自己打 後來是他媽媽覺得他吵 就偷偷給他打那個毒品 知道前因後果 就幫他打了解毒劑之後 那個小朋友就沒有插 那小孩會上癮嗎 他都快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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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了解毒劑之後 他雖然呼吸 意識都全部回來 就正常的救了他 可是你後來發現 他開始出現階段症 這麼小一次就不覺得 他一定不是一次吵 他長期就是慢慢的跟他打 之前媽媽媽可能有在調劑量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覺得他半夜吵 就給他用一點毒品 讓他睡 對啊 超過分的 我就覺得 然後他幫他當下送來 又擔心小朋友出事 可是他又擔心我們去通報 去報警 這個一定要通報 像這種就可以通報 這個就可以通報 這就可以通報 這就可以通報 這有報警 當然有 太可惡了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 我們那時候還是在住院醫師的階段 有一次我們的主治醫師 因為我們主治醫師 都跟著一個主治醫師學病人 那時候有一個病人他就被診斷肝癌 那時候這個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回去做個功課 去找找看他肝癌的原因 通常我們的肝癌 會發生的可能性最高比例的 比如說B肝 C肝 有些人是有這個 有所謂的黃麴毒素的中毒 或是抽菸飲酒等等可能性 他完全沒有 他是個生活做起來很健康的人 我們那時候就很苦惱說 死了我們根本沒辦法 我們不知道怎麼跟那個主治醫師報告的時候 那一天在講的時候 這個主治醫師他就帶了一大堆說 這個病人以前的健檢報告 他健檢報告裡頭大概就兩個 一個就是他本來一直都是有脂肪肝 他每一次抽血 我們有一個叫肝的發炎指數 就是GOT GPT 他永遠都超過60 他說這個是這種特殊的疾病 然後他這個慢性已經很久的現象 他叫做非酒精性肝炎 我們發現說其實通常的脂肪肝 他會有一點輕微的發炎 可能稍微比我們這樣子高一點 但如果他高超過兩倍以上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可能是所謂的非酒精性肝炎 他除了會肝硬化以外 他有很低的比例 但是有 就是會造成肝癌的風險 這個也沒有藥可以吃 就是真的只有少吃油跟運動 對 其實運動就是個很好 而且可以幫我們消除內臟脂肪很好的方法 之前我喝那個豆漿 因為那前陣子不是都有那種手打的 手打的 或是機器打的 那時候 就是電視一打開 公務台 每一台都在攪 對 然後 但豆漿我們有 因為我不是長期會打豆漿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打就是一打就很大 很大一杯 然後我就把它 反正我想說那我一天把它喝完就好 然後我就 一天喝完 真的把它當水喝耶 妳怕過期是不是 我想說反正都是健康嗎 然後我這樣連續喝 因為我以前的筋痛沒有那麼痛 可是我大概連續就是 我有忘了我喝多久 但一定有超過幾個月以上 幾個月每天喝 對 每天當水喝 天啊 然後 人都快變豆子了妳 沒有 因為我就想說OK的 而且那時候朋友還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還有分有機豆的喔 有機豆還比較貴喔 然後我想說好沒關係 反正就來 我就這樣打這樣喝 後來有一天我MC來的時候 好怕喔 我想說不對啊 而且我發現 雞血的顏色不一樣 我趕快去問我的Eason 然後他就說 欸你真的血量不太對耶 我來一檢驗是 有機血快 要快喔 好高級喔 有機血 我會有東西的血 我給妳 然後我會講說 你現在正在排血 你就先給我一些止痛藥 他就說 等你排完的 你MC完的第二天第三天 你再來給我看 我會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後來一個禮拜完之後 我就回去給他復診 然後他就一看 他就發現說 花柔你的子宮裡面 都有三顆水泡 然後他就開始 就跟醫生一樣 他就開始問你說 那你有什麼東西 是你最近一直在常常常在使用的 我說沒有啊 我最近就什麼什麼 我突然就講說 喔對我最近買那個豆漿機超好用 我每天都在喝豆漿 他說每天喝豆漿 我說對對對 他說你喝到什麼程度 我說喝到我每天都在喝 三個月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就像醫生講 我沒有辦法跟你斷定說 他到底是不是 可是你要不要停停看 你停下來之後 你再去觀察 因為你常 他說你一定要抓到一個大重點 你平常不吃的東西 你突然每天吃 他說一定會有狀況的 我說好 然後後來我就 當然我們回去就馬上停了 不敢再動 然後再過一陣子 下一次的MC還 就沒那麼痛 慢慢慢慢 就改善正常 沒有就三顆水泡就不見了 結論是說豆漿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什麼東西你每天吃怎麼會好 對 但是醫生是說 你可以喝豆漿 但你不要當水喝 對 眼睛其實也會有結石 那其實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話 可以自己看一下鏡子 就是有時候拉下來 就是眼睛那個結膜的地方 紅肉的地方 如果看到一些小白點 那個可能就是眼結石 那其實眼結石 它其實是眼睛的分泌物 就是發炎產生的分泌物 那它就是沒有排出來 它就被包在裡面 就是我們早上有岩石 跟岩石不太一樣 它是黏在裡面的 也有 而且是以前 你這樣講我真的以前有 就是有一小塊白白的 就是會看到白白的在那邊 我以前會把自己擠出來 那個就是 你好勇敢喔 對啊 我會自己把它擠出來 是喔 對 它那個有時候 然後在表面 它有時候是那個皮紙線 像皮紙線 像皮紙線的感覺嗎 不太一樣 它是更裡面 很像眼屎 然後被包起來 薄薄的一點 對 其實它不是長在下面而已 它連上面都會有 那這種通常都是 眼睛長期慢性發炎 譬如說常戴隱形眼鏡 最常其實發生在女生 就是長得很漂亮的女生 就她眼睛就是 常戴隱形眼鏡一直很紅 那個眼皮翻起來 下面就是密密麻麻 整個都是像鵝卵石一樣 為什麼要漂亮的女生才好 因為要戴同口放大肌 對 因為他們可能戴的時間比較久 可能從早戴到晚 所以眼睛很漂亮 它的症狀就是 尤其是隱形眼鏡拿掉後 才更有異物感 通常戴隱形眼鏡 戴著會痛拿掉就好了 可是它是拿掉之後 反而更有異物感 因為它的結石已經突出來到表面 那個結石它其實會有一點就是硬度 所以它會 刮破我們的眼睛的表面 所以如果真的隱形眼鏡戴著沒感覺 拿掉之後會痛的話 表示眼鏡裡面 不是近了異物就是長了結石 那這個比較好處理吧 把它翻開拿著 對 翻開要把那個結石 一顆一顆把它清掉 對 那有時候是清不完 就是說我們只能清掉一些 已經掉出來的表面的結石 那底下還有很多 就是要跟它講說 可能你之後又有同樣的症狀 你就是要再冒出來 還會再冒出來 對 它就是自己慢慢被後面的結石 一直往前看 你碰到最多的有沒有20顆 不是跳不完 幾顆 全部完 100顆 它那個都很小 很像那個芭樂茲那種 有時候更小 然後都得一顆一顆這樣去 對 我們要一顆 手工的 對 會染色 所以有時候跳完結石 很像基本式那樣子 真的有成就感 對啊 100顆 一顆一顆就成就 穿珍珠項鍊 這個感覺自動手術適合起 那種挖挖挖的那種 是因為它一定要在顯微鏡下挑 因為眼睛就很怕會傷到 所以我們就要拿最細的針 然後再以前那個顯微鏡下面 就一顆一顆 我們要先染色 染了之後才知道哪些結石是 突出來一定要挑掉 哪些結石是可以下一次再處理 但是我們大家可以給 在場來賓量量看 就是說其實我們會以為 我們看起來T脂肪很少 可是你有可能是超標的 可以光臨量T脂肪嗎 蛤 瓜哥不想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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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幫你先蓋住了好不好 瓜哥你要 趙哥來 趙哥來 我應該是還可以 你可以其實通常現在的 你就是他們會比較精準一點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要你的年齡啊 你的身高啊 每年不好說 然後你的性格 那你們就是命路 不好說還是不好量 45吧 49 趙哥他的一個內臟脂肪 他的第一格是那個所謂內臟脂肪 11.5 好 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表格 正常是 我們正常的建議大概是9.5以下 所以其實趙哥還不錯 是因為他的肌肉量其實很高 他肌肉到50幾 所以我們正常的大概30到50 都是很棒的範圍 所以他是超過 也就是他肌肉是很多 他看起來是那種Muscular那種人 可是偏偏他的體脂肪其實是很高的 還沒講完 聽完 那如果假設你的體脂肪已經 這個叫內臟脂肪已經超過15以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就可以想像你的所有的內臟裡頭 可能都被一層油這樣包著 體脂肪是不是所謂什麼BMI BMI BMI是指我們的身高出於體重的一個數字 算出來的數字 它跟體脂肪沒有關 那通常我會 通常大家量這種機器的時候 都會只看體脂肪 我們現在講這叫內臟脂肪 內臟 所以你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他有還可以測內臟脂肪 那更好 因為他代表他可以把你的內臟脂肪 跟你的脂肪稍微的看一下 估一下你的數字 那像小鮮就根本沒有內臟脂肪 小鮮可以驗驗看 來來來 你已經都練成這樣 你根本沒有內臟脂肪 通常在運動的人 他的一個體 這個內臟脂肪可能就會再更低一點 你BMI應該是 19 19 女生算還不錯 算很好啊 內臟脂肪是一個 有個叫體脂肪 體脂肪女生的範圍是比較寬鬆一點 都是OK的 男生會大概減5 所以內臟 男生的體脂肪大概是13到18 這個範圍是比較好 他在3 對 好像小鮮的內臟脂肪只有3 3 你到底還沒有內臟 有 今天有粉肝而已 他都練成這樣子 但我建議女孩子的這個體脂肪 不要太低太低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女生有一些這個婦科器官在裡頭 所以假設你的脂肪 還是要有一點點把它包覆住 他才不會因為一些碰撞 或者是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 一些狀態下 反而會讓你的這個脂肪 你的 你的組織是沒有被保護的一個狀態 這樣3會不會太低 可以 對會 會低一點 那我要吃什麼 剩你吃就好了 其實OK 對 你這樣喔 OK 因為你吃飯就好了 喝酒啊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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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小琪 謝謝 我們剛剛鬆弛 就是 我們剛剛說過的是 地心引力是最大的因素 我們是殖利的動物嘛 所以地心引力影響得很大 其實我們一直到中年以後 不是只有乳房下垂 什麼 骨盆腔這邊 子宮下垂 膀胱下垂 對抗不了 不要說你跳高前手再厲害 你趁他跳再厲害 跳上去還是要掉下來 因為飛不起來 我們就對抗 地心引力對不了 對付不了 這是我們的困擾 說實話 中年以後最怕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你生活孩子 就是面對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呢 就是說 他這些東西 比方說膀胱它鬆掉了 它跟尿道的角度變了 那可能就會尿失禁 可能很多人打噴嚏 咳嗽就尿出來了 那有些人跑步尿出來 最嚴重的是走路就尿出來了 那就稍微負壓 所以很多人不敢笑 他說我大笑就立刻 那個 會不會謝忻都很少笑 然後腳還要夾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再聊 那所以說 我們要知道說這些器官 本來在像子宮 他在骨盆腔裡面 他靠兩側三對韌帶 還有骨盆底的肌肉 我們知道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一個三十八歲的婦女 他生過第一胎的時候 就覺得說 我怎麼好像打噴嚏咳嗽會尿出來 那我們正在叫他說 你這個不是太嚴重 去做了尿動力檢查還好 要不要去做一下凱格爾運動 就是古代叫提肛運動 那可以讓 不是這個 硬到緊而已 這個同時會讓那個 肉尿會改善 當然肛門同時會縮縮 其實那個三個孔 通通都會縮起來 每天在鍛鍊鍛鍊 結果他沒多久突然又懷孕了 他說還沒練出什麼功 還沒有改善多少 所以又懷孕第二胎 我說那之後要等下回 在房間練是不是 在房間團房上練 結果 可能練了以後 情緒相當不錯 結果他又懷孕了以後 等第二胎說這回更慘了 這回是連那個 不只是跑步大笑 他說走路都有一點漏了 而且一檢查 已經變重度了 他說 我說怎麼辦 手術怎麼辦呢 最後就開刀了 所以說 現在這種方法有很多可以 鍛鍊之外還有很多物理治療的方法 都是幫你做一些 肌肉的訓練 但是重度的 你還是要去找 這個婦女命令的專家 來做這個重建 之前就有一個 越南新娘 他就是一個外配 然後就會來看診 那他都來看診 就是說他下腹痛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腸胃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起來也沒有 就是拉肚子或嘔吐 那檢查起來 就是讓他做S光等等的檢查 發現腸胃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因為他再問了一下 他就說他最近的那個 分泌物有比較多 就是女生的分泌物有比較多 他長期的啦 好像都還是會有分泌物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要想到 可能是女生的 可能是一些就是 婦科器官的問題 那那時候就把他轉到婦產科去 那婦產科醫師檢查之後 就說他是一個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疑問之下 才發現這個越南新娘 我不知道 就是東南亞的習慣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越南新娘 他說他自從就是 他小時候他媽媽就教他說 就是如果你以後有了經驗之後 那你要清洗的時候 都要用手 身去搓洗 所以他就是 就是他都會用手 身去搓洗 如果說他最近就是 分泌物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甚至會用 眼水 或者是一些清潔物 進去洗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 跟婦產科醫師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他真的遇到好幾個越南 就東南亞的新娘 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真的是很不好的行為 因為你手進去的時候 細菌就帶進去了 所以就會非常容易感染 那時候因為他旁邊有個女兒 我就問他說 你也這樣教女兒嗎 他說對啊 因為他的媽媽都這樣教他 然後我就跟那個女兒說 你千萬不可以 學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很容易 就變成是一個 骨盆腔的感染 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 對 最主要是裡面陰道 本來是一個酸性的環境 那它是有很多抑菌在裡面 造成這個酸性環境 可以對抗很多 病菌的進入 可是你把它沖洗掉以後 整個酸性環境就沒了 所以 害菌就容易進 有一個病患 他是那個比丘尼 就是尼古 他走進來 他就說 我說那你今天是怎麼樣不舒服 他說他便秘 我說蛤 你不是吃素嗎 他說對啊我吃素 可是 對對對 後來這個大家都 直覺就說 吃素應該不會便秘 結果沒有 然後我就說 那你今天 你想要我怎麼幫你 他說你幫我開這個藥 然後他就拿這個藥 我說 我跟你說 這個不是軟便藥 這個叫卸藥 這個很強 然後他想說 可是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用 我說 我就說你可不可以把你 最剛開始怎麼吃這個藥 的時候跟我講 然後他就說 他最剛開始的時候 吃這個藥吃一顆 哇就整個拉 拉得很乾淨很舒服 但是後來過兩年喔 吃兩顆沒有用 我說那你 現在怎麼吃 他說 我都算把的 一把兩把這樣 對 剛堅果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這個藥 這個藥 是人家拿來做大腸筋 或者是 手術前清腸用的藥 這麼嚴重 對 然後這個大部分人 因為我 常常在旁邊很清腸 有的人吃四顆 肚子就腳痛 然後一次吃二十顆 那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一邊吃一邊祝念 因為有很多時候 其實便祕 便祕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 但是有需要的話 我建議大家還是來醫院 來醫院 那我們開的軟便藥 通常不會造成依賴性 但是你如果吃到很嚴重的蟹藥 因為蟹藥直接作用在腸子上 你現在吃下去很有效 但是 你的肌量會越來越多 我們不建議有些很強的軟便藥性 所以這個也有抗藥性 會會會 一般來講會有三個症狀 一個就是如果它靜脈狀很厲害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整個腳都很黑 因為它靜脈一直接在那邊 它久一久 那個血球就會跑出來 會造成你皮膚很癢 這個可能就是要開刀 因為沒辦法 已經造成皮膚炎了 另外一個就是像陳雲彭講的 你血跡在那邊久 它自動自己會凝固 凝固打出來就是血栓 打到腦就是腦中風 打到肺就是肺栓栓栓 打到心臟就是心肌梗栓栓 所以這個就很危險嘛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靜脈狀很嚴重 它會造成它痠痛很厲害 它會痠痛很厲害 它會痠痛很厲害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會因為這樣子造成它社交物理問題 像如果曾莉姐 你的靜脈狀很嚴重 你就不能再穿這種裙子 你怎麼叫我曾莉姐 對 你聽到這一句 對 但是其實喔 那個靜脈狀張也是會死人的 腳的靜脈狀張也是會死人的 我們曾經就遇到一個 他就是這樣子 他還是一個長寶健將 可是他這邊真的是跟那個 很大的蟲蟻一樣 他好像真的不小心 他只是在桌腳上面一滑到 就累掉 靜脈狀張就裂掉 流了非常非常多的血 但是他知道他帶來怎麼樣 他就趕快蓋個沙布 送到計程師去 但他很傻 你知道嗎 他蓋沙布他沒有加壓 他沒有加壓 你知道嗎 血流得很兇 靜脈狀張的血 就跟那個痔瘡流血一樣 很鮮喔 而且流得非常快 其實跟動脈流血有一點像 他收到我們去 你竟然血汗 差點去掉 就因為一個靜脈狀張的血 血管被破掉 對啊 可是這樣意思 像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是我們班的 像武術高手 他常運動那個踢腿啊 什麼跆拳道那種 對 然後他也算運動員 然後又年輕 然後那時候我們看那個 靜脈狀張 最後他的腿上面的那個 就藍綠色那種 那種血管特別突出 然後 我們覺得那個還蠻MAN的 因為那個有點像 因為他是順著肌肉線條長 你知道嗎 有一些人喔 他是他的表情靜脈 非常非常的表情 他不是真正的靜脈狀張 真正的靜脈狀張真的是 他是除了髒之外 他真的還會曲 你那個他可能就真的是 一條一條血管很明顯 像我那種他很瘦 或是怎麼樣 對 他真的是一條一條 那個他不是靜脈狀張 可是後來就是 他只是血管比較明顯 因為他都喜歡秀肌肉嘛 他練身體的嘛 結果他就穿短褲 有一天我們覺得 怎麼你覺得最近比較娘一點 就看腳上那個不見 他去動手術 我是第一次聽到靜脈狀張 就是他動手術 結果他說那個手術 好像是把他什麼血管 抽掉 抽掉 其實如果是靜脈狀張 需要手術的話 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現在傳統的手術 就是把血管直接抽掉 另外一種就是用一個針 插進去 小小的枕然後插到上面 那個雷水把這血管燒掉 那其實還有一些內科治療 就是內科治療 我們會打硬化劑 或是去打一些那種 高髒的食鹽水或是糖水 但是我覺得 不要相信坊間的 口服的藥物可以治療進去 口服藥物可以治療進去 那都是抗磷劑 就是預防你血管酸塞的 可是就是還是會有一些人 會讓人真的很想撞牆 就像有一天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然後他說他從昨天晚上就開始暈 然後他今天越來越暈 暈到他都沒有辦法走路了這樣 就真的是十幾個像黑道的小弟 就把他帶進來急診室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暈嗎 那你那個妝誰畫的 哇他還有畫很厚的妝 然後還有假睫毛 然後他還穿那個十公分的厚膏跟鞋 對如果說暈的那個東西 跟腦中風有關的話 這些事情其實你是做不來的 對他就說他真的很暈很不舒服 就小弟就說 阿醫生你不看詳細一點 我就跟他們解釋了 但沒有用 然後那個女生就 多白臭臉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很不舒服 我說好吧 那我們打個點滴 做個基本的抽血檢查一下 結果過了一會兒老大來了 結果老大來了之後 我就到病房解釋 那抽血報告也都出來 我說他看起來真的沒有事 而且我又再解釋一次說 如果他是中風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 可是他不像 一整個都不像 結果他就整個 醫倒在他的身上 然後就開始哭 就好像那個打擊跟皺網 然後就覺得這個命運 這個命運把他拖出去 也砍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醫生沒有醫德 沒有同理心 那個老大就開始罵 然後我就說 但是他真的不符合 我們接下來 沒有東西可以繼續做了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自費 我們自費做電腦斷層 然後這個女生 一開始我就想 想要給他驗孕嘛 那一直還沒有小便出來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留個小便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不舒服 而且還掉眼淚 老大就說趕快做 趕快做電腦斷層 結果電腦斷層做出來沒事 然後他去做完電腦斷層的時候 突然想上廁所 結果小便就流出來了 這個時候 老大剛好跟小弟出去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小便出來 你電腦斷層沒事 你小便出來有問題 你懷孕了 結果那女生就突然驚呆 而且剛才本來很討厭我 那個的都沒有 那個態度都沒有 他就跟我說 你都不可以跟別人講 這樣他就說 他就說 他跟老大很久沒見面 好不容易老大今天願意來看他 而且他們都有防護措施 所以他不可能懷他的孩子 那就今天晚上把老大灌醉 應該再繼續演 應該再繼續演 結果可是他做了電腦斷層 所以那有放射線了 然後結果 後來老大回來 結果他就坐起來 就說 親愛的 謝謝你 你來了 我就好了 我什麼都好了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個醫生好棒喔 你會不會跟他 老大他懷孕 老大更開心 我 我 我心裡面有兩個 我另外一個在垂牆 而且我很想講 他懷孕了 他懷孕了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這個家庭卓是這樣 他其實平常壓力就很大 他自從 嫁入 嫁給他老公之後 他其實要照顧一整個大家庭 那他平常就不愛運動 不注重自己的 那個腸胃道的健康 那其實他便秘 自從結婚之後 這半年就變得非常嚴重 那直到有一次 他大概一個多禮拜沒有解 他 忽然大痛 受不了來急診室求診 他來的時候 那當下先幫他照一張 X光就發現 他那個 我們在X光一般來說 我們只能看到一些 腸氣的分布 和一些骨頭的構造 可以發現 他在大便裡面的 糞食其實已經亮到 已經像那個 骨頭那種鈣化的成分 你知道嗎 那而且他已經造成了 腸阻塞的症狀 後來幫他做了電腦 我突然真的發現 他的腸道被 糞食給塞住 這個婦人最後還因為這樣 外科醫師把他安排住院去開刀 要開刀 對 所以其實平常真的要好好照顧 你的腸胃的健康 臨床上就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60初頭睡 那他是 講話講到一半 才剛講完了 就突然 我剛講到哪裡去了 忘記了 那他很明顯 那太太家人都覺得怪怪的 那原本想說 這可能是腦神經的問題 要趕快去看神經科 結果太太就是有看新聞報道 知道說 他不但是 記憶力衰退 心功力變差 又變胖 性功能甚至不用講了 他就帶 就把他直接抓來 抓來我的門 整個我想說缺失缺失 這個 我看新聞 我覺得他是男性荷爾蒙不足 男性更年輕 我聽一聽就 這個很知道喔 趕快來一抽 抽的那個數值 比標準值還低很多 那我們幫他做打針補充 一下子 我們那個 校期蠻長的 所以各幾個禮拜一回來看 就一圍活龍 這個人這個精神 所以男生可以打什麼 搞不同 有塗的 也有打針的 那我們現在一般認為吃藥的 它的效果不好 而且對身體傷害比較大 塗的是塗在哪裡 塗抹是我們塗在身體 靜脾吸收的 塗抹的大概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塗抹完 洗完手 那確定乾了之後 再出門 比較不會說碰到其他女生 或什麼讓他有荷膜的性 所以這個專門只有男生可以使用 對 可是他安全性其實很高 很好啦 就是塗抹打針的 只要正確使用都可以 那其實剛剛這就回到我們 詹醫師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東西都不可以自我診斷 你不可以說 欸我講了這三樣 那你就說啊我有這三樣 自己去藥局說我要買什麼藥啊 或要做什麼補充 其實我們男生哪個聽的 就好像很像 對 可是這個問題想起醫生 醫師說這個醫師只是對太太這樣 看到別的女生的時候 她又經歷忘世 請問這個算是嗎 這個事 話給你幫誰問啊 不是啦很多女生都這樣 但是我發現這個 這個有人就是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說發現說 事實上男生的更年期比女生來得早 大概40歲以後就會慢慢進入更年期 那我們怎麼樣去 對男生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自我檢測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這個現象 就是說 平常的時候譬如說 你會對事情的那種興趣 越來越差 就興趣缺缺 那第二個是說 很容易勞累 就是說 在晚餐前可能就會 打哈欠啊 說要坐在沙發椅 就是剛剛講說 沙發椅上面 要先小睡片刻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體能 就是說 體能整個是比較下降 事實上這三個 可能就是你要 身體要進入這個更年期的症狀 我覺得這裡有老人 真的一定要特別注意 老男人 我最喜歡說他沒事 有沒有問題 沒事 要不要檢查 檢查一定都會有問題 對啊 這一種我們就有遇過 他自己尿根本都是用低的了 可是他那個晚輩問他 都說我很好啊 叫我尿都尿出來 很大管啊 那個沒有問題 不要來找我 還故意帶礦泉水 進去倒 可是真的 等到要來檢查 要做手術的時候 要做這個我們攝護線雷射手術 反正已經來不及了 膀胱就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好幾千CC 那個做完的話 尿一樣不會出來 最後趕快就是幫他打一個洞 先讓尿出來 最後還是 所以有問題 要檢查 不要一直拖著 醫生的呼呼呼呼吸說 身體也是你自己的 就是受累也是你自己的 對啊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那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